Question 22, 題目是說一個 interior angle 是比一個外面的角度大比一個外面的角度 比100個角度大 題目是想問你 Number of size 和 Size of exterior angle 做法是有兩個 左手邊的做法是用Adjacent Angles on Freak Line的關係 外面的角度和內面的角度相加是180度的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邊形 但是我知道它的外面和內面加上是180度的 Adjacent Angles on Freak Line 先算到部分B的答案 然後再算部分A 算到X是40度 然後Number of size 會把360度除回40 即是把Sum of 外面的角度除回一直角是40度 我就知道它有多少直角 從而知道它有多少邊形 所以答案就是9 這是一個做法 第二個做法就是好像右手邊這個做法 就是用Angles on Freak Line 和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其實這裡用了兩個reason 這一邊用了Angles on Freak Line 而這一邊用了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這裡也有標準 然後就是Solve Equations Solve Equations 最後就會直接算到N 然後B就是把360度除回9 即是把Sum of Exterior Angle 除回那條邊 有多少邊 有多少直角 你就會知道一直角是多少 如果你是用右手邊的方法 就很平常地這樣做 如果你用左手邊的方法 那B怎麼寫呢? 那B就不用再計一次給我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你看到它先計算B的答案 然後它才計算B 那B怎麼寫呢? 那B就這樣寫 By Part A OK? 即是我在Part A那裡其實已經計算了 OK? 然後就是寫Size of Each Exterior Angle 就是40 那你就不用再由頭計一次 直接寫回答案就可以了 因為你上面已經計算了 OK? 那這個是兩個不一樣的做法 我看這個吧 這個比較容易看到那些字 Exterior Angle OK? of a convex quadrilateral in the ratio 3 to 5 to 7 to 9 OK? 那是一個四邊形 OK? 四邊形 那 然後呢 他就問你呢 The largest exterior angle 是多少? 那我看看 三個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我看到三個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將個whole times OK? 那你應該記得呢 之前有提過你呢 就是學percentage 那課書呢 就有教過你parts是為什麼呢? 就是將全部 成為percentage of parts 那這個是我們S1學過的內容 那whole呢 就是全部角 全部角呢 就是360度的 那這裡呢 它就不是用percentage去表達 而是用分數去表達 那就是說呢 將它呢 斬開這麼多份 然後呢 最大的角呢 是佔9份 OK?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做法 那另外呢 其實呢 如果你學過Rage and Ratio那課書呢 我都有提過你很多次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例如你也可以let the angle 是3x 5x 7x 和9x OK? 或者是3k 5k 7k 9k 這樣 加起來了 那就會等於呢 是360度的 然後就reason 然後呢 計算一個x是多少 最大的角呢 那就會是9個x 那就是你把x乘9 就是這個答案了 OK? 那3個的做法呢 都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OK? 3個都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用這個方法做的 自己喜歡就 計算就可以了 不過呢 你們3個呢 都漏了一樣東西的 就是漏了個reason 那因為呢 你正在用360度 360度是怎麼來的啊? 那可以的話呢 你也解釋一下 360度是怎麼出現的 OK? 那360度呢 就是因為你是用了 some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OK? 那你這裡可以加上那個reason 就會令到答案更加perfect了 OK? 那這個是第23題 第24題呢 第24題呢 就是講的 the ratio of the size of an exterior angle to depth of an exterior angle to depth of an exterior angle is x to 1 那就問回來呢 就是find the value of n 那他就告訴你這個比 這個呢 就是8比1 這裡擺了個條色出來 又是一樣呢 最好就這裡寫個reason angle sum of polygon 和sum of exterior angle 索 polygons 最好寫個reason 這個和這個就是8比1 沒有好代表除 OK? 那接著呢 就經過一輪的計算之後呢 嗯 我覺得你這裡跳下來這步呢 其實可以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呢 這樣做吧 除變成吧 分子分沒有反轉 其實這個n和這個n是可以藥走的 其實你就這樣丟過360過去 右手邊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東西你可以 以這個位置已經可以remove了它 OK? 將360丟過去 那就 再將180除過去 按一按counter先 8乘360 再除180 那就是16 16 然後再將這個減2 丟過去變成加2 所以就是18 是全中的 做得非常之好 OK 那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做法 OK 那這裡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都是那一句 四層三文字就太多了 那這裡除n 分子分母都除n的話 其實是可以互相抵消了它 那 你可以將這條問題儘快簡單了它 那就不會令到下面計算得太辛苦了 那 不用keep那麼久的 那我做法和 剛才的做法是一樣的 那這裡就不特別說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的 那個做法也是一樣的 這個提一提你 180和360 這裡就加上2 如果不是你這行就錯了 就是你這裡 180和360 應該是剩下2 然後你下一項才寫2 不是你這行不寫 然後下一項才寫 那也是一樣solve equation 那這條也是對的 做得非常之好 那剛才呢 有提到呢 就是extérieur angle和interiors angle的關係 相加是180度的 相加是180度 那所以呢 其實也引申了有第二個做法呢 就是用adjacent angle sans fric line的關係 你可以加上它是180度的 這個是剛才做的 上一條的時候 有同學是用這個做法去考慮 用adjacent angle sans fric line 去做 那就算到一隻角是 sorry interior是8x 應該這個是8x 應該這個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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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adjacent angle sans fric line 我們計算到呢 就是x是20度 我知道一隻角 一隻extérieur angle 是20度 那如果我想求回它的邊長的話 是多少呢 那邊長呢 就是 就是 Number of size would be 360 OK over 20 OK 那reason就是 sum of exterior angle of polygon 那我又不寫了 你計到的答案呢 都會是一樣 是18的 那這個做法都可以 OK 那這個做法都挺smart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厲害的東西不同 由於它問你是Number of size 有很多同學 可能一開始就會N 那這個方法是比較 另類一點的方法 就是我不去N先 因為它有份數 可能我計算起來會比較複雜一些 那如果我LGB不厲害的話 我可以是N其他東西 我就N exterior angle OK 然後計算了 一隻角是多大 然後再把心除回一隻角 那我就可以找到有多少隻角 從而知道有多少條片 這個是第二個做法 OK 那 來到這裏有沒有困難 Exercise 5D 有些角色的 是有些角色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做一些角色